市長說有考慮有一些活動會停止辦理 沒有啦 因為其實過去這是依照往例一樣 如果說疫情升溫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警戒的層級的話 那不僅是台南 全國活動都會停止 餐廳內用一些也會停止 那現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沒有做這樣的宣誓 我們當然遵從 另外 有一些活動 如果真的別的地方沒有疫情 台南產生疫情的話 我們自己也要 當然也要有所警惕嘛 那所以說 像桃園現在已經有疫情傳出來 所以他有一些戴口罩的規定就變得更嚴格 那將來如果 我們希望台南不要有疫情 但萬一台南有疫情的話 我們也會相對應的做一些調整 那所謂的活動停辦 或停止 這個過去曾經也發生過啦 像2020年小英總統在拜廟的行程 也因為疫情發生 就停止啦 那我們台南的國際欄展 我們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也停止啦 馬拉松 古都馬拉松也因為疫情關係也停止啦 然後有一些球賽 像那個U12也是停辦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部分 並不是說現在要停辦 絕對不是 是說如果疫情升溫 中央規定要停止 我們就會停止 那如果疫情這個升溫 疫情單獨發生在台南市出現重大疫情的話 我們該停就會停 好 謝謝市長 OK 好 謝謝 市長等一下 拜託公 接下來 恭喜市長為我們致詞 我們套會 我們處理會長 那 議會 我們曾經 馬拉松 吃 河 山 媽 其ária 沙